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或者看到朋友的帳戶被hack了呢 例如就是他Instagram或者Facebook 突然之間post了很多張照片 好像在賣廣告 又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連續出了很多個post 連續出了很多張照片 沒錯 那個就是我了 IP91號又出動了 Hello 大家好 當我們在討論我們外出怎樣要安全化 戴哪一種口罩才是最安全 怎樣燒到家裡等等 有一種安全其實我們需要去注意 那就是網絡安全 如果要說到網絡安全 其實有很多東西需要注意 而這條影片我就是想以最簡單的方法 一元都不用給 就可以保障你大部份帳戶的安全 想知道?那你訂閱了沒有? 那這條影片我其實最想說的就是 雙重驗證 雙重驗證我們就聽得多了 如果有用iPhone的朋友 應該都會知道iPhone很早期 其實可能兩年前左右 已經強制要求 用家是需要設置這個雙重驗證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雙重驗證 我可以很簡單的解釋給你聽 當你在一個裝置去登入你的帳戶的時候 除了要登入你的密碼之外 第二步的認證 是確認你是本人去登入這個帳戶 簡單來說就是 當我去入google帳戶 當我入完密碼的時候 我還要做多一個步驟 可能是收發sms 或者可以利用google的authenticator 去收取一個隨機的代碼 但是其實雙重驗證 設置起來是非常簡單的 同時當你要用起來 也是很簡單的 但是這個動作 是可以保障你的帳戶安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或者看到朋友的帳戶被hack了 例如就是他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突然之間post了很多張照 好像在賣廣告 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連續出了很多個post 連續出了很多張照 沒錯 那個就是我了 本羊組牌的帳戶 就被人hack入了 那hack入了的時間 其實是相當短的 我看回應該是大約17秒左右 大佬整個帳戶被人hack了 是非常之緊張 因為特別是我Instagram的帳戶 是有成千多張照片 千多個post 而我Facebook也有很多 我很珍貴的回憶 始終是真的很多年前 就已經開始用了 所以我馬上二話不說 我就馬上把我所有帳戶 都設定成雙重驗證 那我才可以成功登入那個網站 坦白說我們網上很多帳戶 其實真的非常之重要 除了是Social Media 也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的銀行 Bank account 其實很多銀行的應用程式 已經是要求使用者 設立這個雙重驗證 但是在很多社交平台的app 即是Instagram、Facebook這些平台 他從來都沒有強制要求使用者 去設立這件事 但是其實這個雙重驗證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之安全 亦是很有保障 始終你都不想有一天 自己登入不了自己的帳戶 或者有一天 你帳戶的所有照片 突然之間被人洗光 如果不想的話 那就快點跟我以下下來的step 去設置你這個雙重驗證 那首先就登入Google帳戶 登入完再在右上角 自己的icon那裡按一按 管理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就是按這個開始使用 直接按兩步驗證 然後再按兩步驗證設定 設定Authenticator應用程式 選擇你電話的model 再在App Store下載這個app 然後再在右上角按加好 可以掃描條碼 掃描完之後 你就會得到個code 再入回去 按驗證 那就完成了 至於Facebook和Instagram 的setup方法都很相似 其實都是在選項 然後其實已經可以選擇雙重驗證 啟用回 做回一樣的動作 那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可以按個like 有興趣也可以follow我這個channel 看我以前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